14号上午9点多 遗体修复师一行8人 在中兴联盟召集人 颜维勋的带领之下 前往了花莲士兵医馆 展开对游信一家五口 还有消信司机的遗体进行修复作业 事发最近已经很多天了 除了有断肢也出现腐败肿胀情形 修复难度很高 目前还在等DNA的鉴定结果 预计要4到5天才可以完成修复作业 10点12天依旧没被找到的新加坡籍夫妻 家属14号一早来到沙卡当步道口 举行招魂仪式 透视至亲眼泪止不住 撑面相当哀奇 拖着大小包行李还有工具 来自全台各地 一共8名遗体修复师来到殡仪馆 准备着手修复游信一家五口的遗体 最小的那位小朋友 他的身体是非常的卷曲 应该是就是被巨石挤压的情况下 然后在妈妈的怀中非常扭曲这样子 看着地震现场照片 妈妈奋不顾身 将心爱孩子护在怀中 修复师们心中满食不舍 孩子们生前的衣物 还有最喜欢的玩偶 也都整整齐齐摆在桌上 要在遗体修复后替他们整装 看到那照片就是非常的难过 因为变成那么小的小朋友 他的奶奶是希望说 他们一家五口能够都修复完成这样 由于遗体呈现腐败状况 再加上小朋友有断肢 以及肿胀的情况 也造成修复上更加困难 有的部分就没到来去用中途方式 只能用结合的方式 预计应该是 抓是大概四天至五天的时间来做修复 由新一家五口遗体修复 预计四到五天之内会完成 后续还有在矿场找到的消信司机 带DNA鉴定出炉后 也会着手修复 消信司机现在目前还在等他的DNA出炉 然后就是我们这几天都会在这边陆续修复 一体修复师们日夜赶工 希望能尽速将罹难者们修复完毕 让他们回到最初的样子 不留遗憾的走完人生 最后一程 记得李佩萨时代情 华脸报道